大家好,我是Coco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主题是 女人愿意被你聊才会给你这些回应 有些人爱上一个人之后呢 就会没有任何的一个顾虑 他们会主动开口表白 无论结果是好是坏 都是无所谓的 至少已经说出了心里话 不会再有遗憾了 也有人爱上人之后呢 会把对方放在了心里 他不会太主动 也不会太疏离你 他一直在原地等待着你 实际上是他心里是喜欢你的 男人想要追求一个女人 肯定想提前知道他心里的一个想法 其实从女人给你的一些回应 你便能得知她的一个真实想法了 知道她喜不喜欢你 先了解女人的想法 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呢 这样你向她表白 就会更加的有把握了 你心里就会更加的有底气 第一点就是秒回你的信息 其实女人是很现实的 又是你不是她认定的那一个人 你给她发消息 她总是爱理不理的一个态度 她时不时的回复你一句 她和你聊天的时候 原意中透露着敷衍 又是她心情不好呢 直接就不回你的信息了 然后再找借口说 自己是在忙工作没时间 来回复你的信息 女人并不是真的没有时间 而是对你没有时间而已 她的不回复便是 对你不感兴趣的一个直接证明了 又是女人对你有好感的话 她是不会对你自自不理的 只要你给她发消息 她第一时间就会回应你 在这个世界上呢 愿意秒回你的人 真的是不多的 要么对你动了真心 她不会这样重视你的 虽然她没有直接的说喜欢你 但是她秒回你便能够说明了 她是愿意被你打咬的 愿意陪你聊天了 男人要知道 愿意秒回你的信息便是一种默喜 她的一个不抗拒 便是愿意被你追求的一个意思了 第二点就是答应和你约会 很多女人对待感情的态度呢 就是一个决绝的 在他们心里啊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她不会在两个人之间去徘徊 也不会因为选择谁而去苦恼 在你约她见面吃饭的时候呢 不喜欢你的女人会直接的拒绝你 她不会拐弯抹角 而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她对你没有感觉 希望你别再打咬自己 而对你有好感的话 会答应跟你一起约会 她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 每一秒 只有和你在一起 她的脸上呢 才会洋溢着笑容 虽然 她的一个言语中 并没有透露着对你的一个好感 但是她的行动啊 已经证明了 她对你有感觉的 这样的女人的话呢 是愿意被你聊的 她喜欢和你待在一起 她也喜欢和你一起朝夕相处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对本期的话题 有任何好的意见 期待你的留言分享 同时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 点赞加收藏转发